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从上试图来看的话 他这边基本上是一个一直旋转一直旋转 那旋转的高度的话就是300 OK从上到下300 那基本上的话我们可以先画一个90度的 那90度里面的话基本上呢 他会有几阶呢 总共有5阶嘛对不对 那每一阶的话高度为5 每一阶高度为5 OK 那所以呢我们如果要画出这样的一个形状之前 可以先从那个上试图先把这个形状先画出来 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说在这边画一片 这边总共有5片 那5片的话最快的方法就是做一个 先做一个正列 正列的角度就是90度 90度之后的话总共有几条线 6条嘛对不对 6条之后我上礼拜讲过 就是再把它做一个 做一个边界 就是这个地方把它打一个边界 那6条线可以拿掉 就会有5片 5片之后的话 这5片 通通可以把它的高度拉出来 那也就是我们用挤出的方式 把这5片 通通都挤出 挤出高度为5 OK 然后再分别 然后再分别怎么样 把它 第1片不要动 第2片往上拉 然后距离的话就是 分别是5 10 15 20 一层一层 那做完一个之后的话 下一个的话就是要步步高升 所以下一个是 等于是 它只是角度不一样 但是 只是角度跟高度不一样 下一个的话呢 必须再把它往上拉 有没有 拉的距离多少 这5吗 那 每一阶 应该是多少 25吗 那下一个就是再加25 再加25 再加25 那所以有4个 对5个一起啊 5个一起的话就是高度25 就是指的是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的那个 总共 这5个所有的就25 那下一个的话 等于再加25 再加25 所以绕一圈的话 刚好高度多少 绕一圈刚好就是100 所以基本上这边有绕几圈呢 刚好300 所以刚好绕 一圈 三圈嘛 一圈 两圈 三圈 刚好 有没有 这样子 这样子 刚好绕了三圈 OK 那高度加起来加总 刚好就是300 OK 那每一阶的话 有5啦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做这一题 第一个上礼拜我们大概开个头 已经做出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的话基本上呢 你可以最简单的方式 你可以就是 可以在上试图画了 或者说你在 东南简条画 其实这个图 不会太困难 其实在东南简条画也不会有问题 那他的半径 第1个是60 那再来多少 25 再来20 OK 其实里面的那个柱状比较简单 可以最后再处理 比较难的是 绕圈圈 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直接在东南简条画的话 也是一样 就是画一个 在那个 X方向 画一条线 然后把它怎么样 用环形正列 环形正列选它之后的话 然后 选它按空白键 中心点给它 再来的话 总共有几个 6个 然后 90度 OK Enter一下 那记得要把它分解 因为他这个2012之后 他会用图块形式呈现 所以如果你没有把它分解掉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 去做后续的动作 OK 分解掉之后的话 那我们再来就是把这里面的分别在 做什么呢 做那个边界 边界的部分的话呢 可以从 在哪边呢 绘制里面的什么边界 点下去之后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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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这个动作点下去它自动帮你 只要那个是一个封闭的 封闭的空间 它就会帮你把它做出一个聚合线出来 按空白键之后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每一个里面就会有一个一个的什么 一个边界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把这六条线删掉了 删掉之后呢 我们就会做出这六个 这五个 五块 那接下来就是要怎么样呢 把这五块 做 这边 这是少一个吗 没有没有 没碰到OK 好 那再来就把它挤出 挤出的部分的话 可以用这边的挤出 那如果你按拉也可以啦 我按拉你要做五次 挤出的话只要做一次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1个 先 把先选挤出 那挤出的话呢 利用那个 这个是 实现的选取 实现选取是整个选取才算选到 OK把这五个选到 按空白键 表示说我要挤出 接下来他会问你说挤出的高度为多少 高度为多少 5吗 往上5 Enter OK 如果说你用按拉也可以啦 不过按拉你要按拉五次 挤出的话只需要挤出一次 OK 所以 这个差异性我想 你慢慢比较 挤出他可以一次 挤出五个 多的话 如果少的话你用按拉其实比较快 OK 好 再来的话就是分别 我是用在概念的状态底下 概念形式底下 移动的话那你可以 直接移动 可是我觉得在概念概念的这个 视觉形式里面 他会多出一个箭头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这个移上去的话 这个箭头会出来 可是如果你在那个2D线架构的话 你选的话 他不会出来 没有那个箭头 我觉得移动 在概念形式感觉会比较移动 为什么 因为这个箭头 很好 很简单 你点他往哪个方向 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比那个移动再来移动 因为移动你要再点一下 然后再 再选再给他距离 那你不用你这边点一下 点一下 选他说往上多少 5 对不对 第1个是5 5Enter OK 他就往上移动5了 那下一个的话也是这样 点他一下 箭头出来往上多少 10 这样我觉得 然后如果换下一个你就怎样 再把它选 然后再换个箭头 5015 然后再取消一下 按Escape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 再往上 点这个物件 这个实体他就会自动帮我 做 移动 OK 好移动完毕之后 那再来 我要绕一圈 那绕一圈呢 这里的话 一样把 最好我建议各位 可以先把这五个 先做一个群组 把它连击起来 或者是说做图块也可以 不过这里我觉得 用连击就可以了 把这三个连击 这五个连击起来 选取也是实现的选取 按空白键 OK 好 再来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 绕 一圈 360度 360度的话 再来就是 用环形阵列就可以了 环形阵列 环形阵列选这五 其实就选一个就可以了 选一个就可以 碰到就算了 因为已经连击了嘛 对 然后选到按空白键 再来的话呢 选物件 选它 空白键 OK 中心点 就是这个中心点 不要选错 这个中心点 OK 然后总共几个呢 绕一圈嘛 四个 你不需要 其实应该最后要有 十三 12个 对 因为要 三层嘛 可是先做一层 再来一次呢 再往上 跌上去 再往上跌上去 OK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是先四个 Enter一下 那几度呢 360度 OK 360度之后的话呢 这个就做出来了 但是 记得 它的阵列呢 记得要先把它分解掉 因为呢 我们现在在同一个平面上面 所以这个平面不一样嘛 所以要怎么办呢 把这个移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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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绕一圈了 绕一圈之后呢 再复制 复制 上去就好了 再做这个圆柱 结果就OK 应该了解一次 所以这一题其实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看起来是很复杂的 不过 这样做起来 其实并不困难 而且 这些都是之前教过的实例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